我訪問了阿公 我問了他一些有關於防疫的問題 你知道要戴什麼口罩嗎? 戴口罩 有口罩戴就好啦 在布就做了啦 可是布做的就沒什麼用啊 會使用的3C成名就是折疊的那種手機 他也不會信任可能 他每天都就在家裡 他好像他都就是見不到他的孫子和他的女兒 那阿公希望你們幫什麼忙 他希望我們能多多打電話關心他 而且阿嬤覺得疫情期間 就是有很多地方不能去非常不方便 你查了資料 我們有做了問卷 然後疫情一下我們的生活有難 發現阿公他不知道很多防疫的關係 他只知道要戴口罩 而且他不會直接戴布口罩就出門了 老人們的毅力沒有那麼好 所以呢要跟老人們更仔細的去宣導 我今天要來教怎麼做防疫十年制 我們就是到店家 要進去店家的時候呢 門口都會有一個QR Code 你只要打開手機的相機 掃了之後呢 就可以進到簡訊的地方 所以你要手機開開然後拍十年制 沒有戴手機的人要用簽名字 保護自己也會保護別人 阿嬤你很棒 第一個就都戴口罩 第二個是都兩個地方不要去 我們就想到可以利用桌遊 然後讓大家在遊玩的時候呢 可以一起學習到正確的防疫觀念 我們桌遊的內容物有角色卡 他就是學生然後有兩面 你被感染就會變成是被感染那一面 然後正常的學生就是正常的樣子 然後呢還有物資卡 我們的物資卡有很多種 有面罩 酒精 然後口罩以及吸收 依照那個請聽我們就去設計的這張卡 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乖乖的在家裡面 隔離完之後再出去 我們在請聽卡的旁邊都還有放這個防疫小知識 讓大家知道正確的觀念 我們發現世界上在發生的問題 是疫情導致人們很多忽念的影響 然後希望大家在玩的過程中 可以學到有關於疫情的防疫觀念 大家可以去追一個防疫 要分解兩張 我們是被感染的 我要去萬華區 跟老人們 萬華老人們先打 防疫的重要性 讓他們了解如何防疫 因為萬華是最嚴重的地區 然後還想要去知道 當時五月的時候他們是如何處理的 然後對他們有什麼影響 大家玩的時候 有人就有發現像是情境卡有防疫小知識 他們可以學到更多有關防疫的事情 我做的這款桌遊就是學到了 我們可以透過這些物資 讓自己防止不被懶 我們富有非常高的真實性 也非常的有趣沒有去威脅 就發現我阿嬤好像什麼都會用 她可以用那個來學煮菜 然後都去跟別人講話聊天 然後或者追劇那些 所以我覺得如果很多老人都會用的話 就不會在疫情時間跟其他人有一些溝通上的阻礙 看吧 看啊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